今年初新冠病毒肆虐 台湾防疫成功进入防疫新生活时代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维持社交距离之外 还用哪些方式能为身体保健加把劲 新北市金发局和新北市中药商同业工会 联手推出三铁保健良方 不养饮、元气饮、活络汤、外服内用都有功效 现在的话刚好是秋季的话 平补、补气会比较适合 适合的就是西洋参、俗称的粉光参 还有东洋参、日本的东洋参 然后加一些比较滋润补气的 北齐、红枣、国籍、益子这个比较养阴 还有麦冬 像工作有一些压力会比较重的话 吃了也会比较好睡 尤其活络汤它是用外用的方式 泡脚的方式来让整个精血能够活络 同时兼顾美容养颜 那我想在此我们新北市金发局 未来也会跟我们中药商业同业工会 能够持续努力推出新的产品 推广我们新北市中药的药材上面的一个经济效益 中药材加上肌肉 敦煮出调理身体的滋补药膳 最适合秋冬补气养生 中药商同业工会表示 现代人忙碌 饮食容易不正常 因此顺应时代的改变 以往必须自己动手做的中药膳 现在都能够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新北市的中药房通通有在帮顾客服务 就是你要炖鸡肉排骨鱼都可以 或者是水当开水喝 只要是先跟我们新北市的中药房约 我们就会帮各位客人服务 这是我们新北市比较窩心的一点 中药着重顾本培员 帮助调理身体 气血平衡提升身体机能 平安度过防疫新生活 中药柴养生保健的功效 让保健选择再多一项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